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加拿大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完工 熊熊遇事当火车司机 21962年,加拿大发射第一颗卫星 浣熊梦想上太空 32005年,加拿大婚姻平全 彩虹鱼也要结婚了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 说说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完工 熊熊遇事当火车司机 好吧,让我们来谈谈那个时代的一个有趣插曲 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但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精神 想象一下,1885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CPR,终于完工了 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 将加拿大的东西两岸连接起来 这不仅仅是钢轨和火车的胜利 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一次壮观挑战 但在这个伟大时刻 有一位特殊的申请者出现了 一只熊,我们就叫它布鲁诺吧 布鲁诺是一只活泼好动的灰熊 它在加拿大的山林中长大 对于那些穿越它的家园的巨大钢铁怪物充满了好奇 当CPR完工的消息传遍森林时 布鲁诺决定它要成为第一只火车司机熊 当然,这个想法在熊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其他熊都认为布鲁诺疯了 但布鲁诺不顾一切 他开始模仿火车司机的一举一动 甚至试图学习如何拉动汽笛 他每天都站在铁路旁边观察 偶尔还会试图跳上火车 当然,每次都被火车工作人员吓跑 最终,布鲁诺决定正式提出申请 他找到了CPR的总部 站在门口,用他最正式的姿态 向惊讶的接待员表达了他的愿望 接待员当然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一位申请者 于是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总经理 总经理听说后,忍不住笑了 他决定见见这位特殊的申请者 面对面时,总经理对布鲁诺说 你知道,布鲁诺,我们很欣赏你的热情和勇气 但我们的火车需要的不仅仅是力量 还需要精确的操作和深思熟虑的决策 这些可能对一只熊来说太复杂了 布鲁诺听不懂人类的语言 但他能感受到总经理的善意 最后,总经理给了布鲁诺一顶火车司机的帽子作为纪念 并安排了一次特别的火车之旅 让布鲁诺能够在安全的情况下体验一下火车的驾驶室 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 但它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于新事物的热情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完工 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 更是人类对梦想的追求 而布鲁诺,这位有助不可能梦想的熊 提醒我们,有时候 即使是最不可能的梦想 也值得我们去追求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1962年 加拿大发射第一颗卫星 浣熊弄想上太空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1962年 那个让加拿大浣熊们梦想成真的时刻 当然,这里的浣熊不是指那些戴着天生面具 喜欢翻垃圾桶的小动物 而是指加拿大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Alouette-1法语中的小白鹿 它在1962年9月29日成功发射升空 首先,让我们澄清一下 Alouette一并没有携带任何真正的浣熊进入太空 不过,如果有一只浣熊真的梦想著成为太空探险家 那么Alouette-1的成功无疑会给它无限的灵感 毕竟,这颗卫星是加拿大自主研发的科技成就 标志住这个北美国家在太空探索领域的一大步 Alouette-1的使命是研究电离层 这是地球大气层中的一个带电层 对无限电通信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颗卫星装备了一系列的仪器 包括电离层探测器 用于收集有关电离层的数据 它的设计寿命只有一年 但它坚强地工作了十年之久 这对于一个科研项目来说 无疑是一个惊人的寿命延长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如果加拿大的幻雄们真的有太空梦 它们可能会对Alouette-1的成功感到非常自豪 毕竟,这是一个来自它们家乡的巨大成就 你可以想象它们聚在一起 带住小小的太空头盔 用爪子敲打猪计算机 计划住自己的太空任务 或许它们会想要探索最适合垃圾翻炒的星球 或者寻找宇宙中最好的洗手间 因为,你知道,幻雄总是喜欢保持清洁 总之,Alouette-1的成功不仅仅是加拿大科技进步的象征 也是一个启发所有梦想家 无论是人类还是浣熊的故事 它告诉我们,不管你的梦想有多遥远 只要有决心和创新,就有可能实现 而对于那些怀揣住星辰大海梦想的浣熊们来说 Alouette-1就是它们太空冒险故事的开端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2005年 加拿大婚姻平权,彩虹鱼也要结婚了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2005年 这个对于加拿大,乃至于全世界彩虹社群来说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那一年,加拿大成为季赫兰和比利时之后 世界上第三个,北美洲上第一个将婚姻平权法案写入法典的国家 这意味着,加拿大的同性恋鱼儿们也可以在法律的庇护下 举办他们梦寐以求的婚礼了 想象一下,如果海底世界也有法律 那么在2005年之前,彩虹鱼们可能只能偷偷摸摸地相爱 害怕被其他鱼类指指点点 但是,随着加拿大的婚姻平权法案的通过 这些彩虹鱼们终于可以大方地游到珊瑚教堂举行他们的婚礼了 当然,这里的彩虹鱼是个比喻 代表着加拿大的LGBTQ加社群 2005年7月20日 加拿大国会通过了《民事婚姻法》 从而正式承认同性婚姻 这一法案的通过 不仅仅是对爱情的肯定 更是对贫等权力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一年 加拿大的彩虹鸡飘扬得更加自豪 彩虹鱼们 及LGBTQ加社群的成员 可以在尼亚加拉瀑布旁 洛基山脉之巅 或者是在多伦多的市中心 举办他们的婚礼 而不用担心法律上的障碍 他们的爱情得到了 和异性恋者一样的尊重和保护 这一改变不仅仅影响了加拿大 也对全球的同性婚姻 合法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加拿大的这一举措 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榜样 激励住世界各地的人 闷为平等权利而奋斗 所以 当我们回顾2005年 加拿大的婚姻平权法案时 我们不仅庆祝法律的进步 也庆祝爱情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彩虹鱼终于可以在公开的海洋中结婚了 而这场婚礼 是由爱情 平等和自由共同主持的 各位观众 这些故事或许是虚构的 但他们都带给我们一种 对未知的好奇心和勇气的精神 无论是布鲁诺的梦想成为火车司机熊 还是浣熊们梦想上太空 又或者是彩虹鱼们迎来婚姻平权 这些故事都鼓励着我们追求自己的梦想 寻找自己的幸福 加拿大的历史充满了创新和包容精神 这些故事也反映了加拿大人民 对于平等 自由和实现梦想的渴望 我们可以从这些故事中学到很多 无论是对于技术突破的理解 对于科学研究的欣赏 还是对于平等和爱情的尊重 在这里 我们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请问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于这些故事有何感悟 或者 你有什么自己的故事和梦想 想要与我们分享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六度世界的精彩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